為了讓各位可以理解的情況 讓我們看一看《黑街頭銷》中 特別多馬追襲 價錢又合理的《澳門銷售》 的一碎馬的價錢吧 正如各位所見一目了遠 就是《澳門售》上場馬筆 都不是全部都是貴 尤其是持馬的拍賣價錢相當便宜 紅馬的價錢近幾年也便宜不少 接著再請看一看中間意跡吧 平關職往往會因少數值高價馬 而數值大受影響 而這個中間意跡便可以講時 更能性格的反應拍賣價錢的性質 看到這邊大家一定對購買日本馬筆 說得有興趣 為了令大家更能了解關於 四個黑街頭銷售 讓我再解釋一下吧 這次的黑街頭銷售 是唯一兩歲未出賽馬 又或者是《Lady to Run馬》的拍賣會 這個拍賣會通常是每年五月舉辦 這個拍賣會的魅力就是從購買到 馬筆初次兩相的期間相隔很短 而其出生馬當中 有贏得2010年春季天王獎的Jaguar Mell Jaguar Mell 這次的拍賣會的場地 是在Jaguar Mell 雖然交通不是肯方便 但是可以在拍賣期間前後 享受旅遊和食物的樂趣 寧遠方的來客都會感覺到 勒意忘返 好,來吧 來吧 一歲馬的拍賣會是在 馬產滴滴入高地方的靜外舉行 選擇行會在每年七月舉辦 這個拍賣會網絡料優良雪桃 和高水平的馬筆 價錢雖然貴 不過對想買到好質素馬筆的馬子 這個拍賣會是值得推薦 由這個拍賣會 每年都有大獎優勝馬出現 其中也包括Seyong Wonder 和Logic的G1馬筆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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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以來 是Summer Sale 尤其可想而知 這拍賣會共有 一千匹以上的一歲馬相當被拍賣 可以選擇的馬筆其實有很多 對於購買者來說 也應該相當有梅力 而其中也有價錢非常便宜 但是日後活躍 而且有前立的馬筆雙重拍賣 最近在2008年的Summer Sale 以315萬日幣成交的Love Me Chan 贏得全日本兩歲信馬 以稱為了G1馬筆 天頭Love Me Chan 全年最後的拍賣會 就是Summer Sale 正以方才所介紹 而便宜拍賣價亦的馬筆是很多 而當中亦有不少活躍馬筆大量輩出 在日本的跑馬當中 每年都有贏取獎金 踏到20倍、30倍購買價錢的馬筆 無情各位亦從這個目錄中 發現利微驚、磨搓的鑽石炎礦 關於日本馬筆的魅力 相信各位都已經了解 如果希望想購買馬筆的顧客 請以借BBA聯絡 我相信各位以果是第一次在日本購買馬筆 一定有很多符號 例如在日本的演藝問題 去拍賣會場的交通問題 關於購買和運郵的手續問題等等 JBBA為你解除種種的不安 請讓我們全面支持你 不只在拍賣方面 就是在各位到訪日本的行程上 只要有時可能幫到手 都可以隨時向我們查算 還有,在北海道 也有許多可以容顧一下滿足的 道家勝地 特別是北海道有很多好劇的食物 都是以海產品,首谷一指 拉綿督亦是北海道的出名的食物之一 北景是北海道 長途方遠來到日本 都不如也請玉部 到東京和京都看看而行 在京都 有日本古網今年的歷史和文化 各位可以親心感受 多彩多姿的四季感色 在東京,我相信各位一定可以 飽覽亞洲第一的 是在京都市面對 在京都市面對 海外公市面對 宇宙的方向 看見是家賓 在京都市面對 在京都市面對 旅行 在京都市面對 因而各位覺得大成功的 千里馬的機會 請各位都在你的選擇方案裡 加上日本馬筆已決定未來賽馬 為多姿多彩的輝煌充實的生活